大家好,我最近買了一部Alpha Ultima 135 飛林旁足相機 之前我說過頂不上 Context T2 的快門時劑問題 於是我就決定買了一部相機 本身就想放在135 的飛林市場 只留一部 Makina 畢竟135 飛林驗出來的質素也不太好 不過還有五、六銅的135 飛林 於是我就上網找一下有沒有更便宜的飛林旁足相機 就打算用了飛林 Alpha 飛林大家可能已經聽過很多次了 它的相機在香港是一個比較冷門的市場 Alpha 相機當時是二線的德國相機品牌 相對於其他一線的135 品牌,例如 Leica, Context Alpha 出品的相機主要是給大眾 大眾都能夠使用簡單方便的相機 Ultima 系列是以電子快門作主 40mm F2.8 光圈 算是七、八十年代,飛林相機、傻瓜機內比較大光圈 這裡有個號碼 335 和 535 就是鏡頭導膜構造比較簡單的系列 而 1035 和 1535 就是當時的旗艦機 因為它的鏡頭構造和導膜比較複雜 1035 就是沿用 1535 的古招模式 我買這部 1535 其實就是它這系列裡唯一一部用 Rangefinder 的相機 我自己用開 Leica 所以一向皆攝,我一向都不會使用 Autofocus 而 35mm 以下的鏡頭,我通常都是古招惑著 而 50mm 左右的鏡頭,我多數都是用 Rangefinder 拍照 所以這部旗艦機給我的感覺 因為它是可以用 Rangefinder 給我平時用 Leica 的感覺 不如先看看我第一桶飛林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那麼久不見 在前面 會有效果是否在可以用手的造型 在旁邊的造型 會有效果是否特色的效果 會有效果是否則 有效果是否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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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